人家真的是进步的很快 人家现在已经不用人在做 用人来捡太慢了 我现在直接引进点部辨识系统 什么 三秒钟你再过来 还一扫过去 OK你就可以进展 你知道完全全自动 而且是AI人工智慧直接辨识 所以呢 这样子你根本就不需要利用人力 所以进展也会变得非常非常快 那人家在很多地方会已经引进机器人了 比如说呢 在他们还引进了一个小微机器人 这个小微干什么呢 他做什么用的 我跟你讲 就是你比如说你这车站的动线不轻啊 或是你要挂施物招领啊 或是你的其他任何需求啊 你就直接问他 他就可以指引你了 像以前我们不是台铁 还要安排一些工作人员 站在那边给你问 对啊 他不用什么志工妈妈 人家现在全部机器人直接代替了 这么厉害 这是不是电影的场景吧 那不是 现在都已经实现了 这是真实场景在进行 对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大量的人 人在那边被人家问到累死为止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很多民众就敢看 以前他们回一个家 大概至少要花二三十个小时的时间 好长时间 对他们现在可能只要四五个小时就到家了 这么短的时间就到家了 时间缩短这么多 跟家人团聚的时间就可以更多了 而且立刚老实说 如果你不是缩短到这么多 你这么多的人你根本没办法运 那大概每年都很多人 直接塞死在那边 还没办法运 那么多人 所以呢 镇子